嗨 我是維尼 那我們今天一樣 用一刀未檢的方式來介紹 畫面上這盒 METALOBO魂的 真實配色自由鋼彈 那他的盒會 基本上是之前以往的 MR魂的那種規格都一樣 基本上這邊就有一個線 然後這邊名字 然後本體的圖片 對 然後他這次底色的話是綠色 因為他是真實配色 然後背面的話呢 這邊就有全彈發射的樣子 然後這邊有他的一些 我們知道的自由的一些知識 然後這邊的話有他的那個 骨架用的合金成分的那個 那個內構圖 嗯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圖片給大家看 對 然後我只能說呢 喜歡自由的話 基本上這隻就是幻色版啊 那我們直接拆開吧 啊因為是一刀未撿啦 所以呢 可能拆的過程也會浪費一些時間吧 當然這段時間我一直講話沒有啦 來吧 來吧 欸咻 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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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盒子放旁邊 那基本上呢 他的西數包裝的話 上層的話就是我們自由本體 然後翅膀 然後武器這些 然後下面的話是地台 那我們這個開箱的話 跟我之前用剪接的不一樣 我會一次就是 直接把他組裝給大家看他的可動 那至於要再拍攝什麼 他的那個什麼展示畫面的話 我可能未來就用剪接的方式去 用我 去我的那個攝影房間用那個 那個 單影相機拍給大家啦 今天的話就先這樣 那我們把它拿起來 那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然後 他的話他是消光的 對他本體是消光的 然後臉部的話 我盡量近一點 那麼近 那麼近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臉部應該是沒有中獎啦 因為以往你在買Metal View 或是MR魂這些的話 有時候會遇到那種臉部中獎的話 比如說他那個 排氣的那個孔的話 是歪的或怎樣 這隻看起來是沒有 然後這樣我們給大家 直接近看 因為我這隻影片的重點 就是這樣 他基本上他的塗裝就是這樣 嗯 消光的 然後這邊有 札富特的那個圖案 然後這邊 肩甲 然後呢 膝蓋這些 他塗裝其實是不錯的啦 嗯 然後我們就直接裝上翅膀 好 那翅膀還沒裝上之前呢 也給大家看一下 我只能說就是 嗯 就是自有嘛 沒有啦 他都改成綠色 就軍綠色這樣子 其實這然後這邊有他的型號 DGMF X10A 對 然後這樣子 好 然後把它裝上去 那因為我手上沒有 MR魂的自由啦 我手上是沒有MR魂的自由 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卡榫要瞧一下 彎過來 彎過來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他這邊 後面有一個角度 要對到才行 OK 對到了 然後這邊的關節算緊的 所以小心一點 因為我怕把它用斷 有時候硬斑的話 有時候他那個 不見了他那個關節 就可以承受度這樣 然後這邊 OK 那基本上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 替換手型的話呢 照慣例就是這些啦 張開手 持槍手 跟那個 那個握光劍的手 對 然後地台的話 嗯 這邊也給大家參考 因為我沒有之前的 一般的自由 所以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跟 一般的那種 他的那個圖繪是一樣的 對 因為他這邊的話 假如說 假設跟一般的都一樣 那就改在 顏色上 因為他這邊顯示是 綠色 對 綠色的部分 對 那可動的話呢 稍微我們最後 演示一下給大家 可動的話 這些 其實基本上 不會說太鬆啦 嗯 他其實不會很鬆 我記得以前有一次 我不知道我手上哪一支 MR魂 買回來的時候 他是整個關節 好鬆喔 所以那次我其實 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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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萬代在這邊的售後服務 我也不知道欸 就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回去過 就是他的關節過鬆 或怎樣 這個 那腳的話也還可以 這個阻尼桿 勉強算可以啦 嗯 然後這邊 腳掌這邊 也還可以 對 然後頭部的轉向 就差不多 其實大家有 買過之前的資料 應該就是 可動大同小異啦 嗯 然後這樣 給大家進一看 然後這個 磁軌炮一樣 他是 這邊要拉開 哇 這邊好緊喔 這有點緊欸 拉開之後撐開 撐開之後就比較鬆一點 我覺得這邊就稍微鬆一點 搞了我現在都不敢出力 嗯 對 因為自由的吃鬼炮 是比攻擊自由的還要再長一點 因為他是兩截式的 就是他不是一截式這樣 OK 那光劍這邊我就不裝上去 反正喔 這隻的話 我覺得在台 台魂那時候也是搶光 那 假如之後又有試出話 大家看 就是看 是不是 喜歡這個配色再入手吧 我是覺得還可以看啦 他其實 呃實際肉眼看起來 他的配色 其實沒有說很糟啦 嗯 然後這邊 翅膀 然後 炮的部分 炮的部分 他基本上就是一樣 最後 最後演示一下這邊 對 他這邊可動的是一樣 就是跟之前的都是一樣 就讓你可以做出全彈發射那些 嗯 好 那 我這支影片應該就這樣吧 哈哈 因為還要再展示那個 知識的話 那個就是要用剪接的才有辦法啦 你用一刀會剪的話 我不知道擺到什麼時候 可能擺到二十幾分鐘了吧 嗯 那基本上呢 大家看一下他的圖裝 對 這支我覺得就是看每個人喜不喜歡啦 因為 模型版做起來 他 抱歉晃到螢幕 模型版應該畫面也是差不多 就是 做出來 因為他是用 模型版是用MG2.0去改的 所以 形一定是好看 只是那個顏色就是 大家對這個綠色 軍綠色會不會 厭惡這樣而已 嗯 那因為我今年就 也不是今年啦 就 最近都用這個 一刀未剪的 那個拍片方式 假如大家覺得不喜歡的話 我之後也是可以用回 剪接的方式 嗯 就 應該說橫兵剛到 我就一定要用剪接了 因為那個我沒辦法這樣 那個沒辦法這樣拍 那個太大隻了 很重 對 那 這個 自由部分之後 也會跟正義 到時候拍完正義 假如之後有拍正義的話 到時候我再用剪接的部分 去展示他們的動作這樣 再補給大家 好啦 那 今天呢 簡易開箱 算簡易開箱啦 對 就是這樣 那大家假如 對我這支影片覺得不錯的話 也可以幫我按讚跟分享 然後訂閱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啦 那最後就在我們自由 就是張開手 跟大家say goodbye的時候 就說再見啦 那我是維尼喔 下支影片見喔 然後訂閱就真的麻煩各位幫幫忙啦 我也希望讓我的 就是整體頻道的 就 居氣成長就對了啦 呃 其實說是一道未典 可是我廢話好像有點多欸 反正就是 就 就是這樣 呵呵呵 那我是維尼 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 掰掰 拜拜